американ鎅 大家其實 如果打畫了 你可以發現你的手 會變得不太一樣 好像顏色指甲會產生 一些改變 好像顏色比較深 變得灰指甲一樣 或是有時候會玻璃 就好像會一聲 或是有時候像O7 這樣的感覺 這種是打畫了 而且手足症候群 這個事實上是 化打停完之後 他等指甲 重新長新了之後就會改善了 這是化打另外一個步驟叫手足症候群 他有不同的分類 一開始比如說 指甲或是手足的皮膚 領是代表正常 一開始比較輕微就是 指甲在脫色 或是隆起或凹陷 再來就是整個部分或全部的消失 或是非常嚴重的疼痛 皮膚手腳裡面有時候 病人他會有些 紅腫或是有些 皮疹產生 但是有些病人會痛到不能走路 這我們有時候遇過他好像企鵝一樣 走路的時候腳都要 非常墊腳才能進來枕間 就是化打引起這些手足症候群 用冰手套可以改善這個 他的原理就是說 因為化打是需要讓血液循環帶過去 如果你用冰手套的話 他可以讓血液循環 末梢血液減少 他藥物帶進去的劑量就會減低 就可以減少這種手足症候群的一個情況 我們常常看到病人會跟你講說 腳手的肉 手腳會麻木 這是很多化打藥 它會引起一些周邊神經的影響 特別像是一些 紫三醇 像太平洋紫三醇 就是蠻常見的 或是一些長春鹼類的藥 比如像溫若瓶 有些病人會有類似這種 副作用產生 那這種周邊神經麻木有問題是說 你要拿尖銳物品或是比較燙的時候 可能你會不小心燙傷或是受傷 自己沒有注意到 那你有時候你要 扶手上下樓梯或浴缸 這時候你可能要小心避免一些滑倒 或是產生一些傷害 那有些病人就是說他自己如果開車 腳麻 腳不舒服 有時候產生 你去踩那個煞車或踩油門 沒有注意到 那可能會產生一些 車禍的問題 所以可能要大家注意 這個Gukaku跟大家提過 尤其是在我們 泰宮紫三醇 泰宮紫三醇對 泰宮紫三醇是一個很好的藥物 他本身蠻溫和的 藥效也非常好 我常常會開在一些 癌症病人上面用得蠻多 不過很多病人會有覺得 用到最後會有那種手 腳痠碼的副作用對 尤其是年紀比較大 便這個情況就比較明顯了 像这种桌边神经麻木的 其实目前也没有真的很好的一个药物治疗方式 可能就是说 把那个等化老结束之后 慢慢会改善 那很多病人问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 目前大概好像知道说 一些维他命B群 或是一些左旋维他命 或是骨头像这种抗氧化药物 好像可以改善一些 桌边神经麻木的一些副作用 不过这个有些需要时间 那我们也是鼓励患者 可以去做一些运动 可以改善你墨脂循环